受到軍事管制的太平島海域 生態是相當豐富 中研院研究員鄭明修調查發現到數量相當稀少的龍王雕 也還有許多難得一見的魚種 因此他也呼籲政府必須要更加重視太平島的海洋保育 海龜在夜晚爬上洁白沙灘上岸產卵 龍王雕幼魚一次出現五隻悠遊海中 中研院研究員鄭明修受漁業署委託在太平島進行調查 資深潛水教練郭道仁負責紀錄片拍攝 兩人都感叹這番生氣勃勃的景象 好像讓他們回到40年前的台灣海域 到了太平島就有那個身歷其境有沒有 回想到過去 我感覺是看到40年前的台灣啊 但是曾幾何時他們就已經不在了 因為人多了 因為污染了 因為大家需求量增加了 所以環境就開始不好 可是再兇狠的角色背後總還有個大哥 兇猛的浪人森等著獵食魚群 殊不知更大尾的鯊魚跟在後頭 鄭明修說 鏡頭中這尾白鞭奇針鯊在台灣也都消失無蹤了 竟然能在太平島潛水時遇見相當難得 太平島的魚類資源達400多種 現在已經超越澎湖墾丁 在南海系統中居灌可視為台灣近海 雲業最大的種緣庫之一 三十幾年前的肯丁是還可以看到鯊魚 所以鯊魚是一個指標 還有其他的珊瑚礁魚類 像石斑魚 大魚 像一公尺的羅村 像這些大魚呢 現在在台灣呢 海底的珊瑚礁都看不到了 但是在我們太平島呢 就會很容易看到這些 調查也指出太平島活珊瑚覆蓋率高達60%到80% 經濟性魚種的豐富度可媲美大保礁保護區 不過南海主權爭議和破壞性的漁業捕撈 都會衝擊珊瑚礁生態資源 鄭明修呼籲政府 南海主權的捍衛不能退讓 並祭出有效的保育行動 才能保衛以日益枯竭的海洋生態 記者黃金吳家寶 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